张子言案件最息消息,香港媒体报道案件结果,网友天灵难容。 张子言案件最息消息,香港媒体报道案件结果,网友天灵难容。 韩国女星张子言的案件,不仅在韩国引起了巨大的影响,在互联网上也引起了各个国家网友们的关注。 张子言的案件时,隔9年再次被韩国检方重新调查,民众对检方抱有很大的信心,但是距离公诉7到7日,已经过去了好几天,未听到任何有关案件重诉的信息。 在8月10日,香港媒体报道了张子言案件的最新信息。 结果让网友们根本无法接受,简直是天灵难容。 香港媒体是这样报道的,张子言案件的公诉7在本月4日到7,最终以为能翻案的结果收场。 轰轰烈烈烈的张子言案件,就这样再次的无疾而终,这让那些为张子言请愿的人怎么去接受呢? 张子言案件在9年前,因为牵扯的人物势力强大,案件被警方匆匆结案,而今年在民众的呼声中检方重新受理此案件,难度肯定是大于9年前。 在检方重新审订案件的时,发现了许多之前不为人知的证据,这些证据致向了许多韩国现在各界的当权者,奈何公诉7已经到7,所有人这几个月的努力付诸冬流。 香港媒体对此案件结果的解读是,因为案件的时间较长,许多证据不足,而涉及的人物较多,这些人物的势力较大,案件取证的难度很大。 虽然解放已经掌握了很多证据,但是想将那些真正幕后人物绳之以法很困难。 现在案件的公诉7已过,法大于情。案件已经无法再提起公诉了。 张子言案件最新消息,香港媒体报道案件结果,网友天灵难容。 对于张子言案件这样的结局大家很是心痛,这个女孩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一个公平的审判结果。 韩国娱乐圈真是太恐怖,对于张子言的案件,你怎么看呢? 我许多证据不吵东西,可能会希望你有得到一个公平的审判的远家。 真正不吵然后证据不吵。 你怎么看呢? 我还是最新的业判的总预讯麗好了。 谢谢观看